Hello大家好,我是羽耳飞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是咸淡黄焗白玉菇 这道菜所需要食材是 提前正好咸淡黄 白玉菇 接下来开始配料 首先我们把这个白玉菇的根 给它搅掉 搅掉之后,然后给它打散 让它一个个的掰散均匀 全部打散之后 然后给它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之后,然后给它控水备用 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咸淡黄 然后把它先晾晾 先给它晾碎 就碾得越碎越好 它碾碎之后,然后放碗中 再调一下味儿 放入半勺的盐 两勺白糖 跟它综合一下这个咸味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接下来我们取个大点盘子 然后倒入空熬水的白玉菇 加上生粉 这生粉稍微给它多一点 然后它裹拌均匀 这样炸起来就比较酥脆 食材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烧干锅中水分 加入适量的油 油稍微多一点 待油温烧至七成二十多左右 下入白玉菇 一点点的放 加这个油花 馅下来 全部下锅之后 先让它炸至到五六秒 然后再一个嚼入 搅拌均匀 下锅之后 应该用小火 再慢炸 炸至表皮 金黄 然后关火 倒出控油 锅底留有适量的油 油温烧热之后 下入咸蛋黄 然后快速的搅拌均匀 炒至咸蛋黄 其他放 倒入白玉菇 再快速翻炒均匀 然后咸蛋黄 充分的包裹 每一个白玉菇 翻炒均匀 盛出 今天这条菜就到完成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常菜 分享给大家 这条菜单 感谢观看